红线菜可以晚上吃吗? 红线菜,营养丰富的超级食品。 土,无土水根的有机红线菜芽苗,客户提供。 红线菜是可以晚上吃的,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食用都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 为什么红线菜可以晚上吃? 一,营养丰富,红线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C、K、以及铁、钙等矿物质, 这些营养素对维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二,纤维含量高,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消化, 晚上食用可以改善睡眠品质。 三,热量较低,红线菜是一种低热量蔬菜, 即使晚上食用也不用担心会增加体重。 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烹调方式,烹调方式会影响红线菜的营养价值, 建议清炒或凉拌,以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 二,搭配其他食物,红线菜可以和其他食材搭配, 如肉类,豆制品等,以增加菜品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三,适量食用,虽然红线菜营养丰富, 但任何食物都应适量食用, 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 四,个人体质,如果您有特殊疾病或对某些食物过敏, 建议在食用前咨询医生或营养师。 红线菜是一种健康的蔬菜, 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食用都可以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 只要注意烹调方式和搭配, 红线菜可以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选择。 红线菜,营养丰富的超级食品。 红线菜,Emeranthus tricolor, 是一种流行的蔬菜, 具有鲜艳的红色、绿色和黄色色调。 它是一种营养动力来源, 富含必须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营养价值 依铁含量高,红线菜是铁的极佳来源, 使其成为寻求增加铁摄入量的素食者和纯素食者的绝佳选择。 二负含钙, 其钙含量比牛奶还多, 可强健骨骼和牙齿。 三负含维生素, 红线菜是维生素A、C和K的良好来源, 可支持各种身体机能。 四高纤维, 红线菜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消化并促进肠道健康。 低热量, 它是一种低热量蔬菜, 使其成为任何饮食的健康补充。 健康益处 一增强免疫力, 红线菜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并增强免疫系统。 二支持骨骼健康, 高钙含量可促进骨密度并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三帮助消化, 红线菜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蠕动, 防止便秘。 四可能有助于控制血糖, 一些研究表明红线菜可能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 烹饪用途 红线菜可以透过多种方式享用, 包括 一炒菜, 它可以与其他蔬菜和蛋白质来源一起炒, 成为一顿快速健康的餐点。 二汤, 红线菜可以为汤增添鲜艳的色彩和营养。 三沙拉, 它可以添加到沙拉中以获得新鲜松脆的质地。 真煮或煮, 真或煮红线菜可以保留其营养成分, 而且是一种简单的制备方法。 红线菜的烹饪技巧 一彻底清洗, 为了去除污垢或沙粒, 请在烹饪前用冷水清洗红线菜。 二快速烹饪, 过度烹饪会导致营养流失和质地糊状。 煮至刚好变软。 与其他蔬菜搭配, 将红线菜与其他蔬菜搭配, 可成为色彩缤纷, 营养丰富的一餐。 红线菜是一种用途广泛且营养丰富的蔬菜, 可以轻松融入您的饮食中。 其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风味 使其成为任何餐点的美味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